创新算法背后主要的思想是熊比特的创造性破坏 第一模块由五个思维模型组成 此前我们也讲了三个模型 今天我们来到了第四个模型 单点破局 如何立出一孔十倍速增长 在讲这个模型之前 让我们简单回忆一下 前三节课我们讲了什么 第一节课呢 第一个模型组合创新 这是混沌大学创新学院最基础 最常用的一个思维模型 有两个要点 第一步拆解基本要素 第二步基本要素的重新组合 背后的知识点我们讲了还原论 我们讲了供需联这个模型 供需联这个模型听起来非常之简单 但是应用起来 其实你可以无穷无尽地拆解下去 有很多颗粒度 很多角度可以供你拆解 第二节呢 我们讲了第二个模型叫第一曲线 第一曲线用在什么地方呢 可以帮助我们识别一个企业的生命周期 也可以帮我们识别一个个人职业发展的生命周期 我们简单称作一线两点三阶段 在第一曲线里边有一个最重要的知识点 我们称为极限点 任何企业任何产品在你发展到未来的时候 一定会遭遇极限点 极限点是不可避免的 所以在这里边如何实现极限点 是我们这个模型讲过的一个要点 第三节课呢 我们讲了第三个模型是第二曲线 你会看到互动大学把整个我们的创新方式 称为第二曲线创新 所以你知道第二曲线这个模型对我们重要性了 第二曲线实际上讲的是熊比特对于创新的定义 熊比特把创新定义为创造性自我破坏 其实这就是第二曲线内在的一个内涵 创造性自我破坏 当我的第一曲线到达极限点之前 我就要启动我的第二曲线 在这里我们也重新定义了极限长青 过去我们以为极限长青是把第一条曲线 拉呀拉拉到极长之处 其实这是不可能的 所谓极限长青 就是持续的第二曲线 第三曲线往前去走 这是第三个模型等我们讲的内容 今天我们来到了第四节课 在讲第四节课之前 我们来一个简单的草莓互动 在已经听过的三节课里边 哪一个模型 哪个案例最打动你 请在互动区里边把这写下来 这对于我们回头重新做这个课 迭代的课程会有极大的帮助 让其他同学看到哪些点来打动了你 第四个模型 单点破局 它的适用范围是什么呢 其实单点破局的适用范围极广 这也是混沌大学最常用的三个模型之一 哪三个模型呢 组合式创新 单点破局 还有什么 错位竞争 它的适用范围包括初创企业 我在第一曲线如何破局 或者成熟企业已经有了第一曲线 我希望延展到第二曲线去 那第二曲线如何破局呢 都是同样一个问题 个人职场也一样 也需要一个破局点的转折 那S创新曲线 最重要的那个关键转折点 就是破局点 破局点你会看到 任何一个S曲线 它代表企业 代表行业 代表产品等等都可以 S曲线的解释力度极广 它一开始曲线是下降的 下降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它会反转出来 中间这个反转点 这个转折点 我们称之为破局点 破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 过了破局点之后呢 你就能产生自增长 就不需要再往里输入 它自己就可以来成长起来了 如果一个企业或者一个人 你没有过破局点 你的一生只是低水平的重复而已 那实际上我们大尺度看一下 95%的企业 其实从来没有过过破局点 95%的人生没有过破局点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也做一个草莓试课 做一个选择题 我们用这个模型来诊断一下 自己的职业生涯 如果有同学认为 自己的职业生涯 已经过了至少一个破局点 请你选一 如果有同学认为说 迄今为止 我的职业生涯里边 没有过任何一个破局点 请你选二 我们来看一看 混沌大学的同学 在这个比例里边 会是什么样子 那破局点非常能过 有两种完全相反的建议 一个建议是 我们经常听到很多老人讲 说鸡蛋不要放到一个篮子里 你要多多益善 这话说得也是很有道理的 如果你选择 只是选择面儿比较窄 而这个方向如果选错了 你一生难以过破局点 我们也听到另外一种建议 叫集中优势资源 打歼灭战 立出一孔 这个建议 所以如果你没有立出一孔 你很难击穿 这两个建议都很有帮助 那我们怎么办呢 如果你的面过于宽 其实你永远找不到那个点 但如果你没有一个可供选择足够的面 你可能会输入掉重要的点 所以我们的建议是 我们需要一个简单 但全面地分析框架 然后在这个分析框架里边 选择单一要素来单点破局 如果讲到这儿 我请你想一下 在我们学过的思维模型里边 哪一个思维模型可以帮助我们来整顿 来选择单点破局呢 毫无疑问 就是那个组合创新 我们从组合创新的供需连模型 我们建议用这个模型 大家来做单点破局之前的一个选择点 言外之一我在说什么 当你做任何事情 你需要寻找破局点的时候 你想梳理一下 有待选择的候选破局点 用这个模型去梳理 由于这个模型只有三个面向 所以它并不复杂 而且这三个面向呢 其实又是非常关键的三个面向 没有疏漏重大的命题 所以也不会让你误掉重要的信息 但是接下来我们也需要 从这三个面向里边 你要定出哪一个 作为你最重要的破局点 供需连这三点里边 到底哪一个应该是我的破局点呢 而且你不能停留在这个尺度 不能停留在供需连这么大的颗粒度里边 你还需要往里边去拆解 怎么拆解呢 于是有两个关键问题 也是今天晚上这堂课 最重要的两个关键点 第一 如何识别破局点 第二 如何击穿破局点 我请你听这个命题的时候 我会讲商业案例 你完全可以把它联想为 自己职业生涯发展的 个人这个案例上面来 所以关键问题第一 如何识别破局点 这个问题我想了很久 我一直希望有一个数量化的一个东西 能够给大家来衡量一下 后来我看了一本书 格鲁夫写的一本书 叫《只有天之狂才能生存》 这本书已经写到很多很多年以前了 但它中间有一段呢 讲得我非常非常地喜欢 跟我们今天的话题很接近 他说呀 任何企业都会遭遇一个拐点 你看这个拐点呢 要么是拐上去 企业上升到新高度 要么呢 你会业绩下来 所以你很显然 如果下来 其实就是我们说的极限点 如果上去 其实就是我们说的破局点了 那如何识别这个拐点呢 他们书里面提了一个数据 我非常地喜欢 所以特别粘出来 奉献给各位 他说叫十倍速变化 我听一听 十倍速变化 是一个魔力的一个数字 十倍速变化 格鲁夫说 我观察到 那么多行业里边 每一个战略转折点 都会表现出十倍速变化 反过来也一样 每一个十倍速变化 都会导致战略转折点 不是两倍 不是五倍 如果是个十倍速变化的话 就会导致战略转折点 所以给了我们一个数据上的描述 如果某一个要素 发生了十倍速变化的话 就会给我们带来战略转折点 但在这里我也请你思考一下 当我们说十倍速变化的时候 是所有要素组合的整体 发生十倍速变化 还是其中一个单一要素 发生十倍速变化呢 一定是单一要素 发生十倍速变化 如果整体发生十倍速变化的时候 已经是事后诸葛亮了 你想介入已经来不及了 所以这里面给我们判断 一个提前量的窍门就是 是其中一个要素 发生十倍速变化 这个时候整体的组合里边 也就是从显性曲线里边 从财务指标里边 其实还没有显现出来 但是某个单一要素 已经给你一个提前的信号告诉你了 所以你想一下 如果你学会这个本事 你就会比大多数的人 早半步认知即将发生的变化 所以如何识别破局点 我给你一个价值千金的口诀 叫单一要素十倍速变化 你继续可以用供需联这个模型 需求测 如果用户需求发生十倍速变化 这就是个变化 拿中国今天来讲 我们的老龄化急剧在增加 我们新生人口在下降 你会看到这地方会有很多领域 发生十倍速变化 供给端 技术革新的十倍速变化 比如说马上到来的5G 5G会对什么发生变化 会对什么有影响呢 第三 连接组合方式的十倍速变化 我以前讲过 其实过去20年 中国互联网的革命 本质上是连接端 媒介方式的革命 任何一点发生十倍速变化 你都盯住它 一个惊喜 当然我再讲一下 我用这张图来讲 是很泛泛之讲 这颗粒度太大了 你到你的行业里面去 一定要挖更细的颗粒度 才能找到那个点出来 那大的破据点 通常跟风口 跟周期有关系 我们再讲一下 我这里面讲的破据点 有点像外部的势 外部的红利一样 如果你创业想成功 如果你想要找新的机会 一定要借助创新 红利 借助大势往前去走 所以破据点 通常跟风口 跟周期有关系 我看过一本书 那个作者在2001年左右 什么时候去采访乔布斯 其实当时乔布斯已经做了IMAC 然后他问乔布斯 说你现在最忙于什么呀 乔布斯说 我在等待下一个新机会 请你想一想 伟大如乔布斯者 他上下要等待 一个大的机会来到 雷军在创业初期 提出风口上的租 破据点通常跟一个大的 时代红利有关系 第一点我讲清楚了 如何找破据点 就是十倍速变化的单因要素 但是即便你识别出一个 十倍速变化的单因要素 如果你下不了决心 去凹印 去击穿 其实也没有什么用 所以关键的第二个问题 叫如何击穿破据点 如何击穿破据点的道理在哪里呢 任何的系统 任何的事情都有一个点 叫预知临界点 预知临界点是什么道理呢 我以前看乔布斯有一句话 当年我以为乔布斯很苛刻 我现在越来越理解他一句话了 乔布斯说 他说这个世界其实不是百分数的关系 而是零和一的关系 你就算做到99% 他说等于零 你只有做到101%才等于一 言外之一这个破据点 如果你击不穿 你永远在一个低水瓶里边被禁锢着 一旦击穿了以后 才会有一个全新的世界 全新的空间等着你 预知点这个词